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创建美南暴雨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众校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社评 我看天下大小事 新闻广场迎来多次选举群众大会 众多的华亚裔拉丁选民将于本周末星期六下午四时 在美南新闻广场举行造势大会 将有两党重量级人物出席 今年美国期中选举已经迫在眉睫 民主共和两党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已经达到短兵相接之时刻 我们也在非常时期在这场选举 为大家带来希望和繁荣 二十多年来休斯顿西南 及国际区经过多少拓荒者之努力和奋斗 如今百业兴旺 虽然过去两年多年来 新冠疫情重创了经济 并牺牲了众多宝贵之生命 但是我们已经逐渐走出了阴影 每当我看见在百丽大道上的车水马龙 心中真是无限感慨 直此竞选时期 许多候选人之巨型广告插满在大道上 也有许多政治群众大会 在美南新闻广场上举办 包括助长议员为了争取我们的选票 也某尽全力在大会上摇旗呐喊 选嫌与能是我们大家去投票选出代表 去执行公务为人民服务之行动 今天在政界仍然有许多败类为非作胆 造成国家社会重大伤害 今天我们华雅裔社区已经成为国家选举之关键少数 这也是我们发挥力量之时刻 选举日期即将到来 我们务必前往投下神圣之一票 是权力也是义务